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全国阿美族最大部落的光复乡 泰巴朗部落一地性年季的活动 18号清晨从迎铃祭祖之后 正式的展开三天的活动 而在晚间的敬老尊贤餐会中 现场是灌溉云集 尤其是泰巴朗部落保有完整 而且最传统的年龄阶层制度 青年阶层牵手live唱鼓调共舞 展现部落团结一心的精神 而年龄阶层制度也是团结互助的精神 让人是相当的感动 19号清晨 泰巴朗部落族人从部落发祥地祭祖 并引领到部落祭祀广场 部落一年一度为期四天的一地性年季也正式展开 晚间进行敬老尊贤餐会现场灌溉云集 我们希望我们部落成城 我们所有台湾千年成长的部落文化 能够永远在台湾代代相传 下次见见 我们的大家 大海东 去年在台湾月娥 非常的感动 刚才看到孩子 看到少女队 看到青年 现在看到我们妇女 都是阿美族的驕傲 金老尊贤参会除了是展现 塔巴朗部落族人浩克喜鱼分享祝福 部落娃娃青少年队及妇女团 也以歌舞向部落祈老及宾客感恩致谢 从台北受奖赶道场的县长许正蔚 不仅其勉并祝福部落 也分享这一份获奖的喜悦 这就是生活 由我们的Galas 由我们的头部带领的我们一起往前走 所以本来再一次祝福 我们部落年年喜乐年年丰收 年年知白月貌年年昌盛 光我花莲要我部落 祝福大家 台北朗部落历史悠久 尤其一直保有最完善且从远古流传下来 传统的年龄阶层文化制度 青年阶层族人在青年支部的带领下 首牵手live唱传统鼓调共舞 借由达唱及舞步团结一心 部落头牧羊德成表示 伊丽兴林祭祖年纪不仅是年度最重要的祭典 更是阿美族年龄阶层青年训练及文化的养成 进而共同实践文化 让阿美族的传统代代流传下去 记者是越南光复采访报导 阿美族的功能 阳奏